哈喽,大家好,我是金金小盈 今天我们来做这一款蝴蝶结 它是由一根缎带完成的 简单又大方,我们开始吧 这是我们需要准备的QQ线和双面胶 一把直尺和一把好用的剪刀 这个蝴蝶结我同样选择了这款含面量比较高的一个缎带 正因为它含面量比较高 所以我们不能用打火机去撩它的边缘 所以我们用双面胶把它接口容易脱丝的这个地方给粘起来 好了,这样折叠好,它就不会脱丝了 断带14厘米宽,我们截取64厘米长 有接口的位置朝下 另一端我们用相同的方法 用双面胶把它粘住防止它脱丝 断带的两边有折叠痕迹的都朝下放 拿出你的支持 看准尺子上的刻度12或者是12.5厘米 我们这样来回的折叠 这个位置要注意差不多要2厘米左右 我们再将视频里这样折回来,这个高度也差不多是在2厘米左右 像这样来回折4折 这几段的长度是一样长的 接下来我们就像正常捏断带一样 从它的底部往上捏 一、二、三、四 一共是四折 中间包腰的这个位置 取6厘米长 接下来我们这边的视频 中间的包腰拉直 稍微的把它捏一下 注意这个地方要像你麻花一样 反方向的扭一下 在背后把它粘住 稍作整理 这样一款蝴蝶结枝做好了